豹地经常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宝能的汽车度膜剂 相信都收到货了 但是呢很多朋友不知道怎么去用 也不知道往哪去用 今天豹地就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首先我们收到这个度膜剂以后 大家看一下 这个瓶嘴这里啊 需要拧一下 它才可以喷出来 你不要说直接喷 大家看一下 喷不出来对不对 我们拧一下 它又可以喷出来 知道它怎么打开以后 首先啊给大家说一下 它不仅可以给车漆用 就连我们的玻璃一样可以用 那么现在啊 我们镜头拉近看一下 玻璃上都是灰尘 而且是没有洗色的状态 对不对 那么现在啊 这个度膜剂直接给我们的玻璃上一喷 随后呢 找一块啊 毛巾就这样旋转的一擦 好大家看一下 擦过后以后 我们的漆面像一面镜子一样 非常的光亮光滑 对不对 并且不仅仅是看上去好看 如果说仅仅是看上去好看啊 那就是花钱嗅腿 而是真正的可以做到 驱水抗污的一个效果 并且呢 现在夏天雨天越来越多 这个后镜上啊 咱们的车窗玻璃上 会挂很多的水珠 影响咱们观察后的镜 而咱们有了这款度膜剂以后 大家来看一下 刚才用过度膜剂以后啊 大家看一下 这些水会顺着咱们的玻璃 很湿滑的滑了下来 对不对 玻璃上几乎做到了不挂水珠 而咱们看一下 没有用过度膜剂的这一面 它的一个效果啊 是非常明显的 大家看一下 这些水珠都挂在了玻璃上 对不对 而这边是没有水珠的 大家看一下 对不对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我们的车漆 这是刚才倒水啊 滑过的水痕 对不对 那么一样啊 咱们看一下用过以后 漆面能不能做到不沾水 直接给漆面上一喷 随后呢 拿着毛巾旋转的一擦 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快捷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擦 漆面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非常的光亮光滑 擦过以后 我们倒水来看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 这些水 碎了漆面就滑了了下来 对不对 漆面上几乎做到了不沾水 不挂水 那么就暴地给大家推荐了 这款渡门机呢 我们使用起来 是不是非常的便捷呢 那么有车的老铁啊 IC车的老铁 一定要在车上备一瓶 特别是经常把车停在树下 大家看一下 咱们树上居住的小鸟 会在我们的车漆表面啊 露一些鸟粪 非常的难以处理 并且时间长了以后呢 它会腐蚀咱们的车漆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含有酸性的物质 时间一长 你的漆面就会氧化变色 黑色的车就会形成色差 白色的车啊 漆面就会泛黄 是不是非常的难看 所以咱们平时啊 不需要去汽车美容店 再去打蜡 镀精 咱们自己有一瓶 渡门机就可以简单的 对咱们的车漆进行保养 爱护 那么对于这款渡门机 有消耗朋友 可以点击视频 左下角的链接去看看 最后能报的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